這案子哪裡可能解案嘛 我們要求纏著證人 想問都不問 對不對 我今天提的狀子 附了26個證據 他今天有時間看嗎 他還說他都看過了 有可能嗎 那是說謊嘛 對不對 我今天才提到 我昨天可以講 為了今天我從早上 三點鐘就趕到辦公室 把今天的狀子寫出來 結果他有對我今天的狀子 有看嗎 他更沒時間看嘛 他在處理今天的過程 他有時間看 結果他剛剛說他看完了 他說他已經都 證據他都看過了 資料都看過了 有可能嗎 當然在法庭裡面說謊 這是什麼爛法官吧 這是 我們早就在兩三天前就殺團隊就說 如果他強行決案 我們就要告他 我們就要告他 這案子現在根本不可以 理論上根本不可以解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 我說你違反公開審理主義 延遲審理主義 直接審理主義 我們要講話 他就說 簡短一點 反正書狀都有了 書狀這個叫做 書面審理 不是延遲審理 而且變成間接審理 而且是秘密在審理 用看書狀審理就好啦 那還叫公開審理嗎 你說今天他沒收掉我們問證人的 要調查證據要問證人 這還叫做公開審理嗎 根本沒有審理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原來就預計 他有可能在今天強行決案 所以我們事先就先準備好 但是因為不知道狀況到底會發展成怎麼樣 所以我的狀子顯得很簡單 就是你侵害訴訟前 那我將來要補一個比較詳細的狀子 說明今天的狀況 怎麼樣侵害我們的訴訟前 他對方有真的帶出那個總統的論文嗎 沒有嘛 你們今天聽到了嘛 他拿出來的是一個草稿嘛 而且還沒有送審前的草稿 不是嗎 他今天自己承認的啊 對不對 他一開始講 這是一個 這個東西就是拿去送審的 真正的博士論文怎麼可能有一頁一頁閃樁的 怎麼可能 他一定是一個裝訂本人 而且理論上他自己啊 一般我可以 你們去問任何有博士的 寫這個有博士身分的人 他自己留底的 公堂博士金莊的一本 對不對 是 這把班亂來真的是 台灣的司法真的是無藥可救 海皇XO干貝醬 這一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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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